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去年11月启动北京、山西和浙江三地试点至今刚好一年时间 对这个新设立的监察委究竟是什么东东 其性质、职权、规格等基本问题一直存在不少疑问 曾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 国家监察委的规格很高将与人大、国务院并列 就彼者所知这个说法的最早出处 源于今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就中国监察体制改革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会上有日本记者提出一个问题 国家监察委员会将来是不是像全国人大、政府等国家机构一样权威 有人说会超过政府的权威 在场一位监察部副部长在回答中 从监察范围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这个角度 似乎给了一个间接的肯定回答 于是就有了上面广为传播的说法 但那位副部长之所以没有给出直接的明确回答 是因为这个事情刚刚启动 试点刚刚不熟 监察委还只是一个出线条的人阔 很多问题悬而未决 无法给出确定答案 而日前 新华社有一篇长篇报道 披露了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一年来的大量细节 再根据中共十九大和全国人大相关文件分析 问题的答案就逐渐清晰起来了 为了更全面准确的理解上面日本记者提出的问题 需要用清下面几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监察委的实质定位是什么 各级监察委员会实际上就是设立于四级政府的反腐败机构 这个定位居称源于习核心的一个讲话 由此 监察委的基本属性 既不是行政机关 也不是司法机关 而是政治机关 这个定性难免令不少人感到意外 因为外界早有一个流行观点 设立这个新机构的一个最直接原因 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广受诟病的中纪委这个党内机构 并不合法的行使了行政司法机构的权力问题 把监察委定性为政治机关 能解决中纪委非法权力的问题吗 这个疑问实际上源于对中纪委熟性及其所行使权力理解上的偏差 中纪委本身的定位和熟性并不包含替代司法权部分 任何涉嫌犯罪者都必须移送司法部门 但中纪委行使的部分行政权倒是事实 监察委定性为政治机关 应该包含两层含义 一、与司法机构做出明显切割 二、使其所行使的行政权合法化 因为监察委是由人大授权的法定机构 国家监察委跟中央纪委是什么关系 国家监察委将和中央纪委合署办公 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据称监察委不设党主 其主任、副主任分别由同级纪委书记、副书记兼任 这就在无需铺新摊子的情况下 使这套人马同时代表中共和国家 兼具党内纪律机构和法定连政机构的双重功能 国家监察委跟中央政法委是什么关系 早前曾有流传一种错误认识 以为监察委将同时纳入政法委的工作职权 有了前者、后者将会取消 因此有一种说法 孟建柱不仅是首位非常委政法委书记 而且很可能是最后一位政法委书记 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误解 从监察委现在的实际定位看 两者是属性和功能均不同的两个腹部隶属的机构 政法委是统领公检法的司法机构 但两者又有明显的联系 监察委发现的涉嫌犯罪者 必须移送政法委管辖的司法机构进一步处置 而达不到定罪基本线的轻微违规违法行为 是监察委的职权范围 两者各有分工 互为补充 监察对象大幅扩展 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设立监察委后 北京市监察对象从21万猛增到99.7万人 三西省监察对象达到131.5万人 较改革前增加53万人 浙江省监察对象达到70.1万人 较改革前增加31.8万人 试点地区将监察对象扩展为六大类 1.国家公务员法所规定的国家公职人员 2.由法律授权或者由政府委托行使公共事务职权的公务人员 3.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 4.公办教育、科研、文化、医疗、体育、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 5.群众自治组织中的管理人员 6.其他依法行使公共职务的人员 在全国铺开试点设立监察委 刚刚闭幕的十九大 对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有新部署 中办印发了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 两天前也就11月4日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 通过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其重点可概括为两大步骤 1.在全国范围内试点组建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 工作分两大块 2.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监察委员会主任 并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副主任和委员 2.将现有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 以及监察院、查处贪腐、失职、独职 和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 2.对辖区内所有刑事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 履行监督、调查、处置三方面职责 监察委员会被赋予采取谈话、询问、讯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刊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种措施的法定权力 而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查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通过以上诸方面事项的了解 现在基本可以明确 1.从监察对象对行使公权力者无所不包的角度看 监察委的规格确实很高 说他与国务院人大并列也不为过 2.从其反腐败政治机关的定性看 其法定权力又无法与前两者比较 除了以反腐畅联为目的的监察权 既没有国务院的行政权力大 更无法与人大的立法、释法 审批国家所有重要人事事项和 审核国家重大事项等最高权力相比 3.从党领导一切的中国特色角度审视 监察委与中纪委的双重身份 又使他具有特殊意义的重大发言权 这恐怕是国务院和人大都无法相比的